佛讲的这个音乐 佛讲佛所讲的这个音乐 是什么呢 次有故彼有 此生故彼生 这两句话就是出现在很多很多的大乘佛教的今天 还有小乘佛教的这个佛经里面 这两句话就是在佛教里面是非常重要 非常非常重要的两句话 这个就是这个银元或者是元旗的定义 元旗的定义 这个世界为什么是这样子 这个世界为什么是这样子 因为有此就故有弊 因为有这个就有那个 就这个意思 因为有这个就有那个 就是说这个世界为什么是这样子呢 因为这个世界是这样子 它有它的这个因缘 它有它的因缘 然后我们比如说我们一个贫穷的人 他为什么贫穷呢 也是一样 因为有此故有彼 贫穷 浮渝 他为什么浮渝呢 也就是这样子 然后健康不健康等等所有所有的一切 就是包括这个宇宙 低球 还有就是小到我们个人的生活当中的所有的一切 这些都是有盈有缘 所以我们不要抱怨 不要抱怨 为什么我这样子呢 为什么轮到我了呢 为什么我 为什么等等等等 这些都是我们就是遇到自己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呢 我们老是说为什么是我呢 为什么这样子呢 等等 但是他有盈有缘 这些淫缘有些跟其他人有关系 有些跟自己有关系 所以如果你要知道为什么是这样子呢 那就是要去观察一下 这个实情的来源 这样子的话 他一定有这个淫 有缘 否则他就不会出现的 这两句话 我们要这样子理解 次生 故彼神 这个是有很多具体的东西 物质 金身 这些东西呢 因为它是物质 物质 物质在佛教里面 这个物质的这个定义 和我们的这个现代人的这个物质 这个词汇的这个含义 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 在佛教里面 佛教里面的这个物质 这两个字的字当中呢 我们今天讲的实无 就是实情和物质 还有包括我们的金身 全部全部都在这个物质这个里面 物质的范围很大 万事万物都是在这个物质 这两个字这两个字当中 物质的定义 就是凡事 可以能够给其他的东西 祈祷作用的这样子的这个 不管它是精神还是物质 这样子的东西都叫做 都叫做物质 都叫做物质 物质 佛教里面这样的物质呢 它并不是精神和物质当中的物质 精神物质 包括精神物质的这个运动 全部都叫做物质 物质 然后很具体的东西 具体的就是物质 就是很具体有能够 能够影响到其他东西的 这些所有的东西 精神 看得见看不见的精神的 物质的都叫做物质 那么具体的 比如说一张桌子 或者是中子 比如说道中和道牙 等等这些 所有这些具体的东西呢 都是此神故逼圣 就在这个当中 具体的东西 我们生活当中的 所有的具体的 不是仇向的 都是具体的 所有具体的东西 不是仇向的东西 都是此神 故逼圣 因为是因为有这个东西 单身了 然后就有另外一个东西 就单身了 我们的情绪 然后我们的身体的健康的 这个状态 然后外面的这个大自然的变化 所有的一切 都是因为有有有因为因为 产生了这个东西 所以就产生了另外一个东西 就是这个意思 然后次有 次有 古 必有 这个是所有不包含在这个 这个物质里面的 不包含在物质里面的这些 不包含在这个具体的东西里面的 这些仇向的 都在这个里面 比如说 有左 就有右 有搞 就有地 然后有 有长 就有段 长短 坐有 搞敌 这些都是 仇向的 这些都是仇向的 相对的仇向的 是我们的 我们的衣食 加进去的这些东西 那么这些东西 它本来 就是 是不存在的 比如说 我们这边的手 也可以叫做 右手 但是我们这边的手 也可以叫做 左手 都没问题的 这是我们自己的习惯 愿 就是 我们的生活当中 左和右 我们 认为这边是右 这边是左 但是 实际上 翻过来的话 也是没有问题的 只是我们不习惯而已 如果习惯了 左手 这边也叫做右手 这边也可以叫做左手 都没问题 高和低等等 都是这样子 这些 仇向的东西 这些都是仇向的 那么 这些仇向的东西 它是不是 因缘呢 它也是 因缘 因为 有辞 孤有 比 就是 有拙 孤有 有 有高 孤有 敌 然后 有缘 孤有 金 缘金 高敌 这些都是这样 这是我们的人的 衣食 创造出来的 这些所有东西 也是 因缘 然后呢 表面上 表面上 跟我们的主观意识 没有关系的 这些客观存在的东西 客观存在的东西 都是因为 有此 呐 此有 此生 故 彼生 比如说 由 因为有生 这个 宗子 所以 有生 它的 这个 这个 国 都 岛中 和 刀牙 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 客观存在的 所有 所有 都是 就在 这个 有生 雇生 雇鼻生 这个是 这些不是仇相的 这些可管存在的 都是这样子 可管存在的所有的变化 所有的变化 他不是 他不是早无足 他又不是 归和神 当然他也不是 无淫无缘 又阴又怨 但是这个淫和缘 不是早无足 不是万能神 是他自己的大自然当中 存在的 他自己的一个自然的规律 因为有了这个 单生了这个 这个淫 然后就单生了这个国 这样子 这两句话呢 除了这个 岛干经 以外 还有很多的佛经 里面也将 也提到了 然后我们 所有的这些 大乘佛教 小乘佛教的 这些 佛经里面呢 这个轮 像龙树菩萨呀 还有很多其他的菩萨 他们的这些轮里面呢 也经常 引用这两句话 都引用 所以佛教的世界观 就是这样子 跟这个自然科学 跟自然科学 是一样的 至少 能看得到的 这一部分呢 跟自然科学 是完全是一样的 因为 就是 有这个 有中资 就有 比如说有斗牙 有斗中 就有斗牙 这个就是 大家都知道的 这个 种瓜 得瓜 种斗 得斗 这个自然的规律 这个自然规律 这一部分呢 佛教的 他的 这个世界观 跟 跟这个 自然科学 的观点 是 完全是一样 从这个角度来 讲 佛教 他就是一个 无生论者 他是无生论者 他不认为 有一个 创造这个世界的神 那么 这个世界的 所有的 这个云作 所有的变化 所有的发展 是 他自己的 因缘 他自己的 因缘 决定 自己的 因缘 决定 纯下 秋冬 都不是 都不是 造物足 是因为 是因为地球的 这个云转 轨道上的 云转的原因 然后呢 水 液体 变成 气体 然后又变成 固体 这个也不是 造物足 这个是 以什么东西 决定呢 这个是以 温度 来决定 温度 来决定 只要这个温度的 温度 在零度 一下的话 那么 这个 液体 一定会 变成了 这个 骨体 骨体 一般的水 之类的 液体 都会 变成 这个 骨体 这个不需要 造物足 然后呢 一百度 以上 的时候呢 他会 变成 气体 这个也是 因为 因为这个 温度 来决定 不需要 不需要 这个 造物足 等等 佛教就是 怎么认为 从这个角度 来讲 佛教 讲这个 佛教是一个 无声论者 但是 看不到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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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银元 看不到的 银元 里面呢 佛教 研究的 更加的 深入一些 除了 我们 比如说 我们普通的人 不太清楚的 一些 比较 和引笔的东西 引笔的东西 推理的方式 和科学的实验 看到的 已经被 引证的东西 以外 佛教 还有 就会 讲了一些 这个 因愿 那么 除了这个部分 以外 都是一样的 这就是 佛教的 观点 佛教的观点 佛教的 这个 缘起咒 我们平时都 很多时候 念轴的时候 都会念这个 缘起轴 那么这个 缘起轴 它实际上呢 它也在讲 这个缘起轴的意思 就这两个意思 此有 故彼有 此生 故彼生 就这两个字 就这两句话 然后 这是弥勒菩萨 讲的 言 应远 这 佛所言的 所讲的 因愿 就是 此有 故彼有 此生 故彼生 这个就是 弥勒菩萨 给这个 舍利子 回答 这个叫做 音乐 这叫做音乐 这叫做音乐 这叫做音乐